美軍的空襄部隊再度出現在日本沖繩的加首納空軍基地上空 這已經是美軍連續第五個月 在這裡進行散兵訓練 其實根據美軍和沖繩縣政府定下的協議 這些散兵的降落訓練 其實是應該在離島的伊江島來進行 這是因為伊江島的機場設備惡化 讓美軍從去年的十二月開始 就將整個訓練是轉移到沖繩的市區 儘管這次的訓練沒有造成物品落下的意外 不過還是讓沖繩縣姿勢玉城丹尼非常的不滿 我們一起來聽玉城丹尼怎麼說 根據琉球招聚放送的報導 就是他們在一個半小時內 一共拍攝到二十位美軍特種部隊降落到基地裡 而且因為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 在沖繩本島內進行訓練 當地人也擔心美軍的訓練會變成他們的新日常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